2022年你找到工作了吗 2021年毕业的我在一年之后才找到工作 在我上岸失败之后就加入了求职大厅 在我求职的路上我预见过 投了三四十份简历却没有阴性的情况 也在面试中采过很多坑 这些坑数我如果回想起来都有很尴尬的存在 那么这期视频呢就是我跟我的朋友们 为大家提供一份一坑指南 希望我们采过的坑大家不要再踏进去了 求职小tips 我们要招人了 各位老师好 我是今年刚刚毕业的本科生 眼神游离闪躲 老师好 我是今年刚刚毕业的本科生 大方自信 直视面试官 你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看书看电影 冰冰冻和打游戏 面试官不是真正想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打游戏 我基本涉猎过市面上所有的游戏 所以我对游戏测评这个岗位十分的适配 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你的爱好 塑造了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优势去竞争这个岗位 你为什么选择来我们公司 因为我觉得我们公司能给我一个很大的成长空间 也能锻炼我的能力 不要说这种看似正确但毫无意义的废话 在之前我了解过我们公司的宗旨 以及这个岗位的职责 我觉得我的专业能力和兴趣爱好 对于这个岗位十分的适配 我有信心能够把它做好 他们想要知道你是否事先对单位和岗位 进行了充分的了解 如果我们有错错 这份简单跟上一会好像没有区别 跟乱进游模板 say no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人呢 对症下药 结合自己的优势 追求和岗位之间的匹配度 那些年踩锅的坑 round one 每一个道路我都想过自己会做大做强 但实际上我每一条路都感觉最后结果还是不太好的 通过教育领域通过美食领域 然后觉得编辑 然后广告色化运以后都可以 只要我干啥都行 我也觉得考工业比较适合我 然后我个人建议还是有一个确切的目标 不是确切的目标行业是比较好的 round two 想着等到顺招的时候再去找上次工作 结果顺招的时候呢 根本就没有多少机会 只能被迫把战线拉长 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各个公司的HR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都是服务等待着HR的回复 round three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就像我学的是编导 但是我现在在做信仰 其实也没有完全的对付 所以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工作 然后自己愿意去场的事情 也是有价值的事情 我觉得就可以努力地去做 就算是专业不对口 之后我们可以再做调整 然后再不断地去职业规划 把这条路上然后做一个长期的目标 然后最终都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个目标 或者自己的一个梦想 我今年能找到工作吗 等一下我还有谁要做 家人们如果你们还想了解什么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打出 或者打在公屏上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